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可可 我主持人等著過程 嘿 來看一下 換投資必修課 必要修的 來 耶 0056 00878 00929 00919 四大高股息ETF 第四季誰最會找 登登登登 最喜歡了 這個賞物最喜歡的 對啦 這個最近都很紅 年00929也有啦 00929剛過來 剛等於上市三個多月而已 對 三個多月而已 結果現在就變成前四大的高股息 前三大高股息ETF 好老師 這個很多人都想要 知道這些高股息ETF 因為現在有此一書 0050不流行 不流行 我們不如做0056 0056也不行了 做00929 00919 撒入相的想法是這些 是啊 好不好 有時候變成自我驗證了 自我預測 自我驗證 比如說我本來不行了 可是我告訴我自己可以 然後就變越來越努力 越來越強了 I can do 00929也這樣子 我本來覺得 005 不行 00929比較好 就一直買買買 然後一直拱他的股票 績效越來越好 對 然後績效越來越好了 因為他不得不買 他等一下拱他自己股票 績效越好 真的00929不行了 0056也不行了 0050也不行了 又再買00929 所以現在很多股票 變成就是自我驗證的一個實現 所以這些高股息ETF 到底還會紅下去 到底第一世紀要不要買 我們請到三位專業分析師 第一位誰 林漢偉分析師 漢偉老師你好 大家好 好爸爸 好 好藍能 漢偉老師 對啊 我們要以後為了 不適合講 環色笑話藍能 對 對啊 我說我們以後為了退休打算的話 你一定要了解高股息ETF 因為又可以配息又可以賺價差 如果能夠有穩健的一個報酬的話 其實很適合大家退休組做這樣的一個 定期定額的一個存股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 這四檔ETF當中 哪一檔最會漲 哪一檔最有機會 我們待會要交給我們來賓來說明 有人做過研究 台灣50你每個月做1萬 每個月就要1萬 經過這個差不多20年 你也滾到1000萬了 對 那你現在看 假如你滾到1000萬了 然後你每年如果又換成0056008718 甚至殖利率有固定7% 你一年就70萬了 如果你滾多一點 你滾到1000萬再滾 再滾久一點 滾到5000萬 哇 財富自由 那你就變成 就是350萬了 是不是 350萬就等於有財富自由了 這不是不可能的喔 所以有些錢要省下來 好不好趕快 錢滾錢再說 這是漢偉老師講的 來 這是我們的福利社 是我講的啦 他們老師也認同啦 是 不要都扯到他身上 不要不好意思 小楚PS1688 1688 1688 1688和兩個8 第二個 謝明哲老師 謝明哲分音師老師 說我們福利社 就害他職業傷害的 謝明哲老師 你好 為什麼不是介紹我是好男人 好爸爸 你好你是好爸爸 我還在找 你說好主右手 我在找我兒子女兒的媽媽 還沒找到而已 還沒找到 應該是好爸爸 不過我想講到這個高鼓席 因為 Coco還喜歡嗎 我都喜歡 大家都不喜歡我 現在的女生都不喜歡吃焢肉飯 雖然我已經變成半肥半瘦 但是 東坡肉可以嗎 把自己扳緊一點就可以了 可以 好啦 謝明哲老師來 那個LINE自己介紹大聲一點 小老鼠 MONEY1899 小老鼠 MONEY1899 就這樣真有 老師很優秀喔 忽然喔 謝明哲老師 比如說謝明哲老師跟你表白 何來可親 感覺是夏明哲老師跟你表白 老師你很優秀喔 很優秀喔 可是我不吃 可是我不吃喔 來第三位 來 謝承諺 古怪教授 最牛 的牛肉 對 最牛的教授 後面那個字不能講 因為被消音 最牛的教授 那個瘦就是牛 瘦牛案 我是瘦牛肉 你是瘦牛肉 不是你是個野瘦 就是牛 那個煮我過的時候 上面不會浮一層油 我跟你講 我是喜歡吃五花牛 五花肉 那個很肥耶 尤其是麻辣鍋 如果五花牛下去 那不得了 其實我跟你講 口感非常好 其實我跟妳講 最近我才去吃一家 這個四川辣味 他一直卡我畫 很讚耶 我也喜歡四川 其實我覺得現在家裡 為什麼拌麵很流行 像老媽拌麵 老媽 真拌麵 你如果加這些辣的對不對 辣的麵對不對 你再一個 再一個去那個 全聯的啊 就是五個意思 外送跟牛肉 牛五花 再算一下 加進去就很好吃了 牛小排 口感更好 牛小排也不錯 牛小排也不錯 算就很幸福了 趕快快快 講到來 他又要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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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增加這個速蠻快 真的喔 很快喔 謝謝大家 自從我們這個月要開始 60秒以後 有開始攀升的跡象 不要一直學人家好不好 對不起 好 來 是是是 005600878 這四大 來 當然因為 進入現在第四季啦 坦白講 今年第四季也快過了 9月10、11 那大家也很關心說 欸 我們都跟大家統計嘛 就是說年底到 你講正經話 可不要反而打結 我沒有打結喔 他講不正經話反而 是是是 然後每年第四季的平均漲 漲幅是特別好的 尤其是接上隔年第一季 機率不一定啦 機率第一季啦 可是至少比二三季好啦 對對對 那如果你從第四季開始投 整年加起來 你如果3加8的話 就超過10%欸 如果把第四季接上第一季 這報表蠻特別的喔 所以是第一季展最多 這多久的統計啊 1987年到現在 大概37年的統計嘛 那老師那點 那其實我第四季買還是對啊 如果第四季買 我可以做到第一季啊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來跟大家 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從整年度來看 坦白說你第四季進場 如果你能夠一直hold到第一季 那基本上你平均漲幅 可能可以超過10% 那第四季的勝率是超過六成 高達64% 第一季的勝率 上場的機率高達76% 那就第四季買 報到第一季吧 那我們去看吧 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現階段你要卡位 那網友也在討論啊 就是說 大家都買高股息喔 那第一個問題是說 可不可以繼續買高股息 第二個問題是說 最近很熱的00929 有沒有可能能夠延續 他之前的表現 因為大家有這樣的疑惑啦 包括配息的部分啊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能夠 配息跟價差一起賺 所以希望來討論 那當然因為現在 高股息的一天伏息越來越多 所以要討論的話 我們就以前四大規模 就是四大金剛啦 包含0056 56不能亡 5566 56不能亡 這一定要討論 再來是00878 霸氣霸 這個一定要討論 再來就是929 他們叫這個 霸氣霸 這個92哥 九哥啊 九哥 這個是小九哥 一個大九哥 一個小九哥 你為什麼一定要 一定要有梗 然後梗就是臨時響 沒有這是網友 我現在真的是這樣講 真的喔 大九哥跟小九哥 小九哥 因為數字 因為929嘛 多大一點嘛 它規模也比較大 所以叫大九哥 下面叫小九哥 真的有嗎 我馬上查 你有沒有要給我胡扯 趕快幫我輸入一下 我剛才查一下00929 最好有叫九哥啦 沒有嗎 沒有喔 我跟你講喔 你現在的水準我都知道 你在胡扯 然後什麼時候認真講 什麼時候廢話講都知道 是 一直會接 878 878 霸氣霸這應該有吧 然後五六 五五六六不能亡 五六不能亡 所以規模才第一個 對不對 不能亡啊 好啦 所以他才改技配嘛 是不是 好啦 我們認真講 第四季行情 我跟你講因為福利社的粉絲們 都很關心 第四季行情可以買嗎 第一個可不可以 用高股息掌握第四季嗎 yes or no 當然我覺得ok 這沒有問題 再來 他說那到底哪一個比較會這樣 等一下我告訴你 這個要討論了 這個我們要做客觀的比較 那會不會第四季就不漲了 當然這件事就要討論了 我們等一下來看 理論上會啊 我覺得 當然會啊 只是說 四個當中 比較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狀況 阿老師你知道我們只介紹四個高股息嗎 為什麼 不介紹五個 為什麼 因為四個而止 四個而止 四可而止 喔 原來如此喔 我是不是比你好笑 喔欸 哇塞 不錯喔 他真的蠻認真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go 所以為什麼最近我們都不想哏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我們有時候開會 為什麼等著我在想 四可而止 所以下次我們就可以用了 來來來 0056 00878 回測的標的大概就是這四個 0056 008 0019 回測所有成分股 那 你最想到這個不錯欸 我跟你講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你看在荒島上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兩個你要選誰 你不要這樣比較 對 明哲老師 我跟你講 其實你不要難過 甚至我們說荒島裡面要選我 還是選 對 選他 是他自己弄錯了 結果你知道明哲老師他不知道什麼嗎 Coco說他兩個都不要 對 他願意去死啊 最大的問題是 那我就回答那你怎麼不去死一死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不選他我可以理解 因為都已經到荒島了 然後他還會跟他說 欸你這個光太亮喔 你這個光不夠亮 對不對 欸這個講的不實際 他應該要 這數字不對啊 所以他應該說 哲者跟恩典 你會選誰 對不對 你會選誰 當然選恩典啊 為什麼是恩典啊 恩典他也不會 恩典他也不會 恩典他選恩典他也會自殺 不是 所以像我很聰明 我就問他說我跟恩典 他要選哪一個 他應該還是會自殺 不會 所以明哲老師你不要難過 不會 回測的標題這四個 好我們來談 好我們趕快 這個成分股這很不錯啊 我們就回測成分股的績效 我跟你講 這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今天回測指數 可是實際上成分股 現階段的成分股 過去漲跌的狀況怎麼樣 不一樣嗎 對不對 不同嗎 就是說你現在成分股跟之前成分股 可能不一樣喔 那所以你說以前很厲害 不一定現在很厲害 可是我就直接回測 現在的這些成分股 現在成分股 目前成分股 以前歷年來 如果都能漲 那表示因為我們反正就 表示你現在成分股 第四季特別有行情 沒錯沒錯 這是一定有邏輯的 那回測時間 我們就以這近十年來 第四季上漲的機率跟平均的漲幅 看下一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這四個簡單的 再帶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因為如果今天才看我們這一集節目的 第一個我們大概了解一下 0056元大台灣高股息 最老的 高股息的元老 對他最終是高股息指數 那 就比如說我們這四個人裡面 比如說我 漢偉老師 明哲老師 跟我 跟你 四個裡面誰最老 最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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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就是00929 小鮮肉 小鮮肉 那個應該是叉燒包吧 為什麼 叉燒包 對啊 差燒包 就 差的燒包 最燒包 我很燒包 差燒包 差燒包 來 那風險係數我們縮小看好不好 因為 我就不每一個細講 因為這個我們最高風險 我覺得最高風險目前是00929 他是RR5 因為他都集中在科技 對 其他三個RR4 那檔數的部分 50檔30檔30檔40檔 這個差異不大 不大 那特別講一下選股邏輯 因為 0056是未來的 他是去預測未來的 50檔換12檔 對 未來的 那如果以這個878的部分 對不起我跳太快 他是未來的鼓勵 一年鼓勵 對 878我們討論過 是過去三年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獨家講過 對 如果偽創 音樂達管達 到時候 0056可能會剔除 對 放大 00878 還會留著 可能不一定剔除 對不一定 可能不一定 可能0056的提出機率很高 到12月的時候 因為他是看未來 對 未來的鼓勵 股價上來的話 他們就會做一個 一個是未來的鼓勵殖利率 對 看起來偽創明年鼓勵殖利率只有1% 相對差很 不會會被提掉 好不好 然後00878有機會加入 因為他是過去三年的平均 殖利率 現在算可能從3%殖利率到1% 可是怎麼樣 可是連話三年平均殖利率還是很高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那919 919的部分 他採用的是 從稅後的資料去推估他的股利率 那這個部分 這算是新一代的一個做法 稅後ROE 對 對 稅後ROE然後去推嗎 包括你的配股率 我就可以推說 他考慮很多 對 那再來是這個富華的部分 當然他 這個 台灣有去評鑑指標選股 對選股 那科技股為主了 科技股真的確實以科技股為主 這00929 對 00929的部分 這有名 那我們再拉下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 這個50檔大概平均每年換12檔還好 對 每年換12檔 我覺得換檔的狀況還好 那因為半年換一次 有時候沒有到12檔 因為有時候負質指數 根本就換兩檔 但是平均 差不多 對 那再來878也是半年換一次 30檔換四檔 平均四檔 換比較少 對換少一點 因為他過去三年平均鼓勵 對 所以你每年鼓勵突然爆增 其實不會突然爆衝 不會加太多 就是你三年平均數 就要爆增也沒加多 也才一年的因子而已 沒錯 不是三年因子 三檔換十檔 這是919嗎 對 919半年配置 929到目前為止 大家可能比較有爭議的是說 他一年才換一次 那一次可能又換很多 嗯 那這個部分 的成本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就像你嘛 不換女朋友則宜 一換就沒有 當然要好幾個 所以四檔換二十檔 最近我也在組歌舞團 這樣就不用一直換了 好 那我們往下看 這個有效點嗎 沒有 對 對 你可能沒有注意恆大的新聞 他就組了一個歌舞團 有 總共一百個 有啊 每個都長得很像 很漂亮 身材又好 而且重點是都是 一定要民族舞的 一定要學跳舞的 會劈腿 對 像你一樣會劈腿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好不好 我們直接看一下 我們大概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Q4的平均漲幅 這樣我們都漲 對 廣達 一年Q4廣達要漲2% 這裡面我們總共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上漲機率 一個是平均漲跌幅 對 我們都說這個平均值 對 我們把它全部 把權重加進去 看一下我們都很認真做 對 你看我們這個認真做 對 因為你看站比 你要由我們在胡扯喔 站比 權重機率 站跌幅 你這個要一起算 來 站比 右邊兩個再看一下 站比 站比 站比就全中 你講話幹嘛 好恐怖 不是我在糾正你啊 那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不舒服 站比的權重 注意看喔 我的右手是好的喔 沒有問題喔 馬上脫掉 是 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 你要介紹你的女朋友出來 欸 來我們歡迎 這真的女朋友 姓 交的女友來 歡迎 幹什麼跟你演啦 過了 是 好來 請坐 你這老師笑得很開心 對你 對你朋友這個 喜歡 請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平均起來 對 因為你如果 你的計算方式 你說 我就直接除50也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要權重的部分 要考慮 那我們來聽看 那我們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你第一次讓我拖 拖光光啊 是 不容易 有點害羞嗎 你女朋友有點害羞欸 沒串啊 快見關死了 這樣 對不對 大家歸秀 這種場合 夠了 這個爛個不要再講了 來 怎麼 對不起 自己跳脫了 來 上漲機率超過70%的加速有18加 就是說 如果你上漲機率越高 當然就整體推上去 5.22 5.22 不錯 那我們趕快進入下一個 下一個 那再來是878 而且這時候 而且第四季有個東西 你不用考慮什麼 你不用考慮鼓勵 我以為是說 第四季可以考慮不用開冷氣 因為比較冷 真的 你講話很冷 真的 你講話很冷 就不用開了 不用開冷氣 好來來來來來 好不好 就比較不用考慮殖利率的問題 對 好來 再來是878的部分 當然你不能單看一個說 上漲機率好像低一點 或是說平均是下跌的 我覺得我們還是用整體的角度來看 對好 尾串 整體的角度 我覺得還是要整體的角度 放大給他們看一下 不要說我們要胡捨玩下 對 回去截圖看我們怎麼算對 再往右 好 那麼看一下 整體 你看很認真 我們做這個表格很認真 是每個數字跑起來 然後跑個全壯 然後跑個比重 好我們再看一下 0087到怎麼樣 上漲機率超過70%的有13家 好少喔 3.26 3.26 那太少了 稍微少一點 我要0056了 還沒還沒 56不能往但是不用急 來 再來就是00919 整體來看 919的有上漲的股票幾乎滿檔 幾乎我們講幾乎滿檔 甚至有的漲幅特別的驚人 但是我們也特別 還有一些細節 就是我們也會特別注意一下 你看喔 像這個什麼羊肌有沒有 還有剛才不好意思移過來一下 像這個瑞鼎 還有這個天玉有沒有 都喪失乾燥失而已 因為一年多 所以在統計裡面 我們先把它放一邊 要不然這樣 因為極端值啊 這樣子感覺上好像很厲害 可是對不對 來 那基本上 扣除 我們來扣除 就是6.6 因為如果還加進去的話 不得了 那可能10幾%了 就一年了 你這樣有點偏頗 那上漲機率 超過7.8的實加 919 919嗎 我選標股的 對 不錯 預估展年幅的9.8% 也蠻厲害的 所以之前 之前你不是有做一集 幫大家做一集 就是說從ETF裡面 就是他們特別會選標股的ETF 你去挑裡面的股票 這也是一個邏輯 非常好 好厲害 很用心 謝謝你 教授你還幫我打分數 真的很用心 謝謝你 大概59 不錯 快即可再努力一點 比你最喜歡的69 只有D14 你再把家人邀請 一起來出席 我們會有印象分數 謝謝你 來 好冷你在講什麼 聽不懂 929的部分我們也看一下 但剛剛有特別提到 因為929上市的時間太短 那我去推 它的指數的過去表現 也沒什麼意義 因為大家都這麼做 所以我們直接用成分來比較 現在持股的過去 對 第四季表現 那我們就大概知道 第四季成功的機會 那一樣我們來 很快的順一下 順一下 自己截圖喔好不好 來來來來 往上 有沒有 很棒喔 我們整理的很仔細 有沒有 很仔細的 再看一下 再看左邊一次 哎呦不得了 上面大哥 走秀一下 走秀一下 你看 這是走秀的 好 換出來怎麼樣 來來來來 看最後的結果 上漲超過七成的 很多耶 這個佔比一半 很多 那預估漲鐵幅是5.25 我們來PK比較 那我們做一個總結好不好 要不然 拉哩拉喳 廢話講那麼多 其實 其實我們 不許你這樣講 今天你是住家這裡 其實我跟你講前面可能 都不用講 其實講這一張就好 對不對 可是幸好我們前面有講廢話 今天才讀十幾分鐘 是是是 好來來 好來開玩笑 開玩笑 我們還是很認真 因為 因為你有時候你 直接看結果人家會質疑嗎 以上漲機率來講是929 但是如果我們要講 你要 因為坦白講 我覺得差不多 加速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差不多 你真的還是看平均漲幅 如果以漲幅來講的話 919確實 選股的能力可能更強 不要選878就對了 對啦 那 當然從 這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比較的結果 919不是那麼厲害 比較的結果 比較的結果 那我們客觀的講 如果你要賺漲幅 按照過去歷史的紀錄 客觀的講 919應該會 會很強 老師我們再看一下919的成分股 我們快速看一下 好直接看一下919 來來來 洋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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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洋明那一段時間 合理啊 不過 不過洋明第四季 長龍第四季確實是有機會 可是這個也是有部分 是被他拉高了啦 不過他的瑞鼎也是很強啊 是瑞鼎還沒算進去 是不是 又細創啊 那你說像什麼 聯發科啦 這些啦 聯勇也有 這些第四季消費性電子上 都有機會啊 所以他還是選一些強勢股 他還會選什麼細創 你看他有包括 你說玉琦啊 劍底這些 這些比較冷門股票他也有 對 是他很敢選一些比較冷門的股票 沒錯沒錯 所以這樣整體看起來 如果第四季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直接看一下結論 來 跟大家做一個最後的一個總結 如果以成分股來講 表漲幅最好是919 如果大家願意做一漲幅 因為其實坦白講 現在也沒有什麼 配息的角度去思考的話 那當然以 漲幅為主 9999 那當然上漲機率加速比較多是929 不過 機率的部分我覺得差異不大 機率的部分我覺得差異不大 而且他換股頻率一年才一次啊 而且換股 換了不換而已 一換怎麼樣 一名真人 一名精人 這個不得了 後續任續在這觀察 來 什麼問題快速問一下 可是00919都還沒有填息耶 要管他嗎 還沒有填息 第四季第一季過了就填了啊 對啊 我們在預測第四季 你要跟我講過去沒有填息 你是咧 不要再這樣子 他今天已經講豬肉的事情 刷存在了 他不說 我幫我自己問 一次得罪所有的人 我跟你講這樣子沒有關係 他吃飯我們就多點豬肉就好 那時候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喜歡這種 好老公型的漢文老師 我們沒有喜歡壞一點的 是 漢文老師怎麼想 他說他不吃火車的便當 你說 我覺得其實都很好 但如果說 你說Coco也不錯 蛤 蛤 蛤 這四檔都不錯 所以四檔都不錯啦 如果說你短線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919、929都還不錯 那929部分 因為規模現在已經來到 我記得811億了啦 所以可能到 第四季有可能突破千億以上 我覺得對他的一個 相關的持股 相關的一個ETF的漲勢 應該還是有一定的幫助 這也是一個角度 這也不錯 謝明哲老師 被Coco 傷害的 傷害的 其實我覺得919不錯啦 對啊 因為應該這樣講 其實ETF這種東西 就是江山帶有財人出 就是會新的 他的那個 1.5他其實他都會 青春的女人 對對對 不是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 對啊 所以把握現在 因為新的股票 可是陳妍老師告訴我 女人青春是有限 青春的女人是無限的 這句我不認同 各位女粉絲們 這不是我講的 這不是我講的 這不是我 這不是我 各位女粉絲們 不要誤會 這樣我要撇清一下 這不是我講的 這不是我講的 來 所以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就是新的ETF 他會有一些新的玩法 那我覺得那個制度 都會越來越完善 所以原本 新的可能就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從漲幅來看 的確919在過去 第四季的漲幅表現來講是好的 9.8% 我會覺得其實有機會 有機會賺到股息 又賺到價差 好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邏輯的比較 有些股票 可能第四季 你有沒有想過可能 旺海陽明常常有時候 第四季萬季的時候 有可能到旺季 有可能到旺季 大部分的旺季 大概是第三季的時候 五六月的時候 可能第四季也算 旺季的時候 有時候也不錯 股價可能會走出去 走出一番 別有天地 別有天地 所以覺得如果節目很精彩的話 知道這0056 00878 0919 0929 四大股息高 四大高股息ETF 哪個比較好 你有學到的話 覺得我們節目不錯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晚週五 八點三線 第三部解盤影片 二次教學影片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浪免財富 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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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我的天 買著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刀 狂大股 想先 到 開始搶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杀手 只有誰能快的告訴我 你會好 你會好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我確實賣動 我好愛你 我看過 看空車下 球 這沒錯吧 你左右 賣酒奔 賣酒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找動作 對不對 最最高 燒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瘋狂股市福利社 財富 好 12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採護 瘋狂股 瘋狂股市福利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